本门所有史料均来自于二战起事录艺术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。 二战中期,德国进攻苏联,苏联开启防御模式,但仍被德军打得连连后退,在亚洲战场的日军也占尽了优势,整个战斗朝着有利于轴心国的方向发展。 但在这时,日军做了一个看似聪明,但愚蠢至极的决定,想要一举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,然后控制整个东南亚地区和澳大利亚周边。 美军早就想加入二战获取利益,但是因为国内民众反战情绪严重,所以罗斯福也找不出理由参加二战,而澳大利亚则是被迫卷入了二战。 本来在南半球无忧无虑,日本人打了过来,这两个国家只好加入了二战,共同维护自己在太平洋的利益,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陷入了泥沼,德军当时算是武器发达的国家,但是比起美军完全没得比,更不要说还在使用拉栓步枪的日本。 轻一色的自动武器加入战场后,日军的装备优势近视,尤其是在航母和舰载机队的帮助下,日军被打得连连败退。 刮达尔卡纳尔岛和巴尔亚半岛接连丢失,但是日军想要继续赋予完抗,将澳大利亚给围死了,日军向新西几内亚调集园兵,整个新西几内亚的日军达到了二十余万人。 日军信心满满,认为足以凭借兵力优势,拖垮澳大利亚军队,让日本人没想到的是,在美军的帮助下,武器更新换代的澳大利亚军队战斗力直线上涨,将日军连连败退,全部撤回到了阵地之中。 美军靠着炮火优势,对日军的阵地狂轰乱战,日军躲在防空洞中,连头都不敢露出来,新西几内亚属于热带,而且空气潮湿,闻营四孕。 很快,日军传染并流行,许多士兵不致身亡,最后整个阵地有作战能力的日军,只剩下不到两万余人。 而围困他们的美军和澳大利亚军队并不着急进攻,澳大利亚军队被日军欺负已久,许多同胞被日军杀害,早就有了一肚子元气,好不容易得到机会,肯定不会轻易放过。 他们将日军牢牢地围困在包围圈中,没过多久,日军的补给全部吃光了,而周边更是被美军轰炸得寸草不省,没了吃的东西。 许多日军把目光瞄向了被炸死的同胞,日军开始将这些尸体拉回来吃掉,后来尸体腐烂,日军就又把目光瞄向了虚弱的战友,将其杀死后,一并吃掉。 日军被围困了长达半个月之久,二十万日军活着的只剩下几十人,这几十个人早已经彻底封魔了,丧失了离职,澳大利亚军队为了报复,将他们放回了日本,美军看到这个景象不仅感叹,这真是一群恶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